请台湾加入WHO 500万名义Go 历届卫生署长以及前卫福部部长站出来 号召民众参与联署 请台湾加入WHO 向国际社会表达名义 台湾应该是WHO的会员国 至少我们目前应该是WHA的观察员 台湾要加入世界卫生组织 是健康人产普世价值 我们不满意WHA 我们要加入WHO 那个干市场 他根本是被中国买通了嘛 因为中国有钱 就把这些几个国际组织都买掉了 批评中共以金钱双买WHO 杨智良表示 尽管台湾与中国接近 但有良好的防疫体系 确诊案例数低于日韩 前卫福部部长林宗言也举出 台湾经历了2003年SARS的惨痛经验 建立了传染病防具网 这次武汉肺炎 台湾便利少 零死亡 以及零社区感染 台湾的成功经验 可以让开发中国家学习 不是用悲情来加入 而是应当用我们的实力 用我们对世界卫生的贡献来加入 我们也可以同时从其他先进的国家 得到制药 疫苗 那个快筛方面的知识 这个是绝对必要 是现场去跟人家 跟高手来对谈的 用视讯是没有办法得到这些资讯 不分党派历届卫生署长齐发宣 台湾有能力主厨贡献 呼吁国际社会正视台湾人民诉求 并默示台湾人民的健康权益 请台湾加入WHO 500万名义GO 500万名义GO 新号人 亚太地区虎中汉 中文庭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